同任下的六種關係 導出500%報酬的標股型態 講到技術很多粉絲都說 不要看了一定是MACD錯 今天不是講MACD喔 請大家好好的期待喔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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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拓建式 登登登登 到哪六種呢 把它簡化成六種 哇 量下型態應該有幾百種 對 學到六種 那你賺量百分百 哇 我學到了 我趕快學 還沒學到 七萬人學到 請教三位最專業的分析師 來 歡迎第一位合肌鼎分析師 來 COCO 澄清的第三選擇 我澄清 所以現在是變成第四了嘛 現在還是第三 現在還是第三就對了 我剛剛講到當院士其實 我已經沒有想到 學那麼多 那麼厲害這是東西啊 我只想要我的膝蓋好一點 能跑 能跳 能運動就好了 但我發現啊 很多人啊 是因為運動心蓋不好 但沒想到有些人是回家 所以運 回家沒有運動 回家 跪山盤喔 跪山盤 所以 膝蓋不太好 老師你繞太遠了 哈哈哈哈 好像在說 你一直要說俊妍老師是不是 齊婷老師這樣 昨天經過了一天 因為我有點嚇到竟然 一年就這麼痛苦 我覺得你這樣要讀 怎麼度過後續的那個 這麼多年啊 是啊 平常是 才一年 才一年你就說 欸 痛苦是你講的喔 痛苦是你講的喔 那個 做事很辛苦 來 請看VCR 昨天你剛說痛苦的 說才一年很痛苦 難好 沒有啦 那個 女生嘛 總是會有脾氣嘛 對吧 對啊 脾氣之外 欸 都很開心 欸 老婆我愛你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親下去 親下去 對的進化親吻 親下去 好不好 親一下親下去 親一下 世界和平 和平了 和平 和平 好 所以 GD老師LINE 來 小小鼠GD1788 第二位 哇 最愛老婆 欸你喜不喜歡那種 愛老婆那種 愛我比較重要 愛老婆 不在意 對啊如果你因為老公很愛你 那當然OK啊 很OK 是不是很棒 但是不要太控制狂 不要太控制狂 對 他很愛你喔 可是不能控制你 欸 對 可是我感覺你還蠻喜歡被人家控制的 沒有 這是誤會 那是誤會 所以你很希望自由 對 太控制你會生氣 你會生氣嗎 可是我感覺你是連提提那種欸 算了 因為口口八卦我都知道很多 來 我們請教第二位 專業分析師 陳俊妍分析師 最怕老婆的分析師 哈囉大家好 我是愛老婆 尊重老婆的分析師 好嗎 好 你是愛老婆尊重老婆的分析師 他絕對沒有怕 他真的沒有怕啦 他絕對上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 他絕對是愛 哪個愛 那個字要打對喔 不是愛情的愛 是主愛的愛喔 還是嘆氣的愛 愛 俊妍老師來 老師來 小小鼠G1788 好不好 希望你兩大願望 統一私人贏冠軍 好難 希望你回去不要跪算盤 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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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專業分析師 今天老師 江國中老師你好 老師 對我今天第一次來上技術派練武功喔 你第一次喔 對有點興奮 然後呢 講到技術很多粉絲都說 不要看了一定是MACD 錯 錯 錯 是MC MC 今天不是講MACD喔 大家好好的期待喔 好 江老師的Line 小老鼠 WIN58899 江老師來請上來 你好你好 哇塞 這樣價 你們學到有學到 江老師技術派大師 結果他第一次來上我們這個特別單元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太久了吧 大財小用的 是嗎 有嗎 有 講到這個量價好像 應該只有我有資格講了 是 量不量有關係 因為真的很量喔 很量喔 OK 這個老師蠻幽默的 是 OK 我們今天跟各位分享 長期觀察量價的六種關係 來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有機會找出200%的標果 來我們看這個 老手看量 成交量 那善君什麼 新手看什麼 嗯 新手看 呃 情緒 看價 看價 價漲就興奮 價跌就空旺 所以看價是不會騙人的 是不是 看量才行 就對了 就是 當然是價格優先啦 然後搭配量 把量跟價格合併在一起 我認為那個力量會更強大 OK 價跟量都要看 是 老手看量 我們看說為什麼成交量這麼重要 成交量不會騙人 因為股價是進出都是用錢堆出來的 那成交量紀錄這一天呢 每天的量呢 有多少股票被交易 然後中間有多少多少被交易 然後籌碼也就被換手的這個狀況 那你光看成交量的數字呢 雖然無法知道大戶買還是賣 可是呢 成交量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涵 就是人氣 比如說成交量高 代表這股票的交易的意願也高 有人做的股票他才會動 就是這樣的意思 成交量很重要的原因比加 另外呢 成交量大宜常有一個很重要的秘密 代表雙方對價格的看法不一致 那到底是 到底是看多還是看空呢 我們待會跟各位做分享 來我們看一個這個口訣 我們今天的技術派練武功呢 有分享蠻多的口訣 如果你是用手機看的話 我建議你把它截圖結起來 截起來 對把這個八個字八個字的口訣呢 把結起來 稍微念個五遍六遍七遍十遍 maybe就開始熟悉了 好 我們看第一次 量增價升 量增價升 然後呢這個持股待漲 就是量價巨陽的意思 就是說股價你看喔 水漲船高之後呢 建昌代表有人建昌向上 中短期可介入持股 你看到股票過去沒有量 過去價格也沒有突破 突然間他量增價增突破了 他持股待上漲趕緊做切入 這是第一個 這個我們的量價關係 我認為是 就是多頭最標準的一個模式 我們看第二個 第二次量平價升 量沒有增加很多 切入的人沒很多 可是股價能夠漲代表什麼意思呢 導致他低檔盤整後呢 價格 已經不再創新低了 證明為什麼主要價格 能夠不再創新低呢 代表有主力在吸籌 你看到吸完籌碼之後 股不需要量太多的去做推升 股價能夠漲代表可以 這是一個主力有吸籌的一個信號了 可適當的建昌持股待漲 我們看第三個模式了 第三個就是量減價升主力控盤 投資朋友 我們一般說股票需要有人推升 有人有很多的錢砸進去之後 股價才會漲 可是有些股票 主力控盤表現 就是說大部分的股票主力的手碼 這個低檔手蠻多的 股價不需要太多量能 就能夠往上做這個飆漲 這個量減價升主力控盤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訊號 量減價升的 對就是代表籌碼都在主力身上 好我們看第三次有個加強版 加強版 量縮漲停連標可能 哇這個就很重要說 當漲停當天成效量越小越好 而且如果是開盤到收盤 完全沒有打開這名什麼意思呢 這名主力完全控制整個場面了 他已經完全把它控制得好好的 後續有很大的機會出現 連續飆漲漲停的這個現象 就從量減關係 可以看出這幾種模式 我們舉例實戰的說明 我們看第一個新興有沒有 新日興 對3376的新日興 3376 我們看之前是橫盤 橫盤橫盤 突然有一天 量增駕陽 所以這個第一個訊號就很重要有沒有 股價起來了 量也增加了 所以就展開這個我們講的口訣有沒有 量增駕升持股待漲 那這樣子可以把握到起漲點之後 股價一波可以飆了29% 量增駕升就是大家常講的量駕齊 量駕齊陽的意思 然後注意要抓第一個 改變慣性的第一個 那個就特別留意 第二個 美女小紅帽要找你 小紅帽 沒錯 老師如果呢 我看到MACD 他翻紅了 如果再搭配第一次的話呢 那這樣我是不是上漲更有力量 我就跟你說我不要講MACD 又逼我 逼著我一定要講MACD 他是你 我是代言人 他是你MC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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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說 拿MACD來看一下 對 如果你把一檔股票 兩個不一樣的切入的形態 比方說股票有沒有 他量增駕陽之後呢 打底下換成MACD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MACD 真的紅通通 是不是 要變成說你有兩個金牌 兩個力道推升你 他是多頭 他確實是多頭 MACD是多頭 量增駕升也是多頭 那這樣子是你必須 你那個持倉的信心 就比一般的人強很多 所以我認為兩個可以把它搭配起來 同步做使用 好我們回到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第二次的教學 我們看一個 我們講 股票需要有人推他才會動 可是有一種是模式更厲害 量頻加升 股價橫盤之後 突然開始動了 動的時候不需要大量 還能夠往上走 代表什麼意思 主力吸筹夠久 花了蠻多的時間 吸筹夠久 股價價值往上拉的時候 竟然不需要太大量 就能夠往上升 所以量頻加升也是好事 直接下上 可以搭配直接向上的口訣 來做這個操盤的時候 這個搭配來做這個使用了 好量頻加升 量是有點頻 沒有動 可是加升 表示籌碼非常非常穩定 穩定 也沒什麼不好 是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 第三個 哇這個更厲害了 所以老師量減價升是最好的 對目前看起來是最好的 比那個量頻跟量增加升 對 以這個三種習性的話 這個是比較 因為會讓人家減少去注意它 一檔股票成交量少 跟成交量大 市場關注的都在量大股 像這種股票能夠標的量反而頻 量反而減的時候 比較關注它的人變少了 是 那我在講是不是還可以陰謀論 是 如果我們看第一次的股票 量漲價漲 量增價升 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說 邊拉邊出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邊拉邊出 總共有一天它會出完 是 出完之後它會破線 所以說這個至少就是有可能出貨的疑慮 可是第三次 至少你還在量沒有出量的時候 還在漲 代表是沒有出你貨 沒有出貨的可能性 所以它還有目標 因為人家說萬般拉台 拉台只未出 它為了拉台 未來更大的時候 破線 那個時候出 所以第三次量減價升是最好的 其實還有比它更好的 更好的 老師我們來看第四次 就是說我們第三次的加強版 你看喔 股票量縮漲停 它連標的可能 你看我們舉例 這是 量縮直接給你漲停 對那是三四的預金光 漲停沒有人要賣 量縮 會跳空漲停 橫盤過後有沒有 漲停的時候 其實根本沒增加量 都完全沒增加 你看這邊漲停也沒這樣量 有沒有增加量 你看這均量就知道 均量有沒有往上翹 直接看均量 有沒有翹很高 有沒有翹很高 沒有漲一點點 你看漲那麼多 漲得快一倍了 這股價嚇死人 所以這是我們量價關係裡面 最厲害的一種模式 量縮漲停 連板可能 我們這個就是連板 就是連續 連續漲停板 連續噴漲停板 或者連標的可能 是這種量 量縮 漲停 他在剛開始 剛開始這邊量縮的時候 漲停板 沒有量 整個期間的最高漲幅 223% 所以真的有機會 謝謝你 學到第三次加強板 所以這是一個多頭的量價訊號 這是上等的訊號 所以我們要學第四次好不好 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第四次 我們剛剛是多頭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一個空頭的走勢 沒有量就沒有價 量縮下跌沒有乘接 為什麼 股價仍屬於什麼 自然落體 糟糕的往下跌了 尋求支撐的過程 不要輕易抄底 機器好 這種不能夠輕易抄底 因為真正底部 一定是足利花錢買出來的 他可能花一段時間做橫盤 比方說 架頻量頻的時候 他才有可能開始做一個足底 所以量縮下跌的沒有乘接 聽好了 沒有乘接至少這個口訣可以幫助你 直接避開未來所有的下跌的可能性 這是第四次 我們看第五次 第五次 放量下跌還有大跌 投資朋友 這是我在量價關係裡面發現 典型的空頭市場 每次下跌都放量 聽好了 下跌都出量 彈起來反彈都量縮 這種是標準的空頭 證明主力做空的動力還很強勁 距離真正的止跌點還很遠 所以絕對不可以輕易抄底 放量下跌 還有這個大跌 特別留意 放量下跌還有大跌 對我們看第六次 量縮價頻下跌前兆 所以下跌前兆是代表還會跌 是 所以這最慘 對我們看 我們定義是說 兩度挑戰前高去量縮 證明什麼 之前高點對不對 對他開始走橫盤 嘗試做突破 突破如果有放量 一顆紅K就過了吧 是 就強度觀山 可是他每次 每次要調那強高的時候 都量縮 沒有人去加持他 證明多頭無力也無意 現場攻擊 所以往往是下跌的先兆 所以這種股票 盤久必跌的意思 這個意思說 這個量縮價頻下跌前兆 就是盤久必跌的意思 最好先事先做賣出 尋找多頭的股票 是可是現在已經先跌了 你講是現在這一段是不是 對 量縮價頻 這一段 股價在高檔 呈現量縮價頻 有可能是下跌 這邊下跌嗎 對 有可能是下跌的先兆 老師如果跌了以後 還是在說量呢 量價跌量縮還會再大跌 還再大跌 有沒有 先是下跌先兆 還會大跌 所以這種股票 及早撤出是比較好的 只要跌 所以有時候用倚量滾量的下跌 不是不好 代表有人在接 如果都沒有人接 沒有人有希望的話 那就沒機會了 對 就像比如說 有人還在看節目 比如說俊錦老師 老婆還要盯他節目 代表是怎麼樣 這樣能夠感到 代表是對他還有機會 還有期望 希望他有人改邪歸正 是不是像俊錦老師對不對 如果是說過了七年以後 連節目都不看了 那就是根本就放牛吃草 齊錦老師 我們14年 就不看了 放牛吃草 就是不理他連看都不看 兩輪了 所以還有看還有機會 不看就是沒機會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當量縮已經沒有人看了 你要點閱率 沒有成交量 這個代表反而沒救了 是 好不好 可是如果展上去量縮反而是好事 好不好 代表從好其中 對 從生活中可以觀察住 就是你剛才講的嘛 亮縮下跌 就沒有成接就慘了 是 剛才是先亮平嘛 對投資本你看喔 再回到第一次 對你看喔剛開始 寶儀今年300年前已經漲過 漲到高點之後呢 均工股 亮縮下跌沒有成接啊 難怪沒有買盤 後面呢就沒有成接了 跌跌不休 所以你這個口訣把它記下來 亮縮下跌沒有成接這種股票 及早避開為宜 這個沒有好 對我們看第五次 好 放他下跌 就是更不好的意思 你看 到底哪個比較不好啊 四還是五 我一直想知道 輪流不好我覺得 輪流不好 對對對 他不像剛才那個什麼 亮縮價漲會比較好 因為短時間之內很少有股票 持續每天都放量下跌 是 對他總會有喘息的時候嘛 所以我認為是輪流的方式 老師可是到底部的時候 亮縮還是亮多 到最後到底部 應該是要亮縮比較好對不對 亮縮一陣子再放亮 亮縮一陣子 對 你看這個萬海高點出現之後有沒有看到 股價往上跌的時候 哇 出亮跌 出亮跌的時候 橫盤之後 他又繼續跌有沒有 所以放量下跌還有大跌這種股票 也是要做避開 這個特別特別留意 放量下跌還有大跌 所以那個 跌到最後 縮量 而且如果要縮一陣子才真正底部 對 比方說你看到他亮縮了 亮縮了 價格能夠往上漲了 那表示主力看著慢慢吃貨的這個徵兆 謝謝老師 來第六四 我們看第六四說就是 亮縮價平相對 你看這邊 你看這邊 股價亮縮了 價格平了 有沒有 後來真的就往下跌了 這邊亮這個價格要平 對 價平 連續10天都沒亮 價平亮也縮 縮到不行 後面就放量 放量就下跌 然後放量就下跌 又在行的循環變第四四了 可是你要亮縮很久才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就是先避開為銀 謝謝你告訴我們這麼多東西 那我們來進階看一下 我們把以上的把它集結起來 我們看到聯發課最近的走勢 你看到嗎 底部完成之後呢 每一次都放量攻擊 亮針 價針 持股帶漲 好你就記好了 你看到價針 亮針 持股帶漲 然後拉回之後沒有破前低 他下一次出漲的時候 他又漲到第二波 有沒有 回測之後 這邊又亮針 價針 對 然後股價回測的時候 亮針 價針 配合我們的口訣 底部低點沒有跌破前低 還是有個多頭的循環 這邊低點沒有破前低 對 然後呢 下一次放量的時候 他還是又往漲 往他漲 投資本你看到 掌握著口訣你看 連續三次的掌聲 你都可以掌握住 就是把這個亮針關係 學好的回饋囉 我們再看一個 中和範例的第二次 哇好慘喔 看這個世界先進高點 放量 所以你講的都會輪流 跌下來之後 就出量跌了 放量下跌 放量下跌還有大跌 不要看到紅K就反彈 就跑去做一個最高搶進 然後呢 第七次 亮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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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平 今天 六天 六天亮縮架平 下跌先兆 這裡沒跑的 再跑一次 給你第二次跑的這個機會 接下來呢 又亮針又下跌了 又放量下跌 還有大跌 整路的空頭利用口訣 都可以輕鬆的避開 到這邊就反覆打底 然後亮要再縮縮縮縮縮縮 才拉強 是 這是非常典型的 空頭走勢 然後最後一個多頭走勢 一個循環 總結 這張圖表把它記起來 對 再講一次而已 口訣請各位有空把它截圖 截圖 股價的時候量增價升 股價上漲 量平價增直接向上 那量減價升主力控盤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模式 空頭股呢 放浪下跌還有大跌 把它記好 量縮架平下跌先兆 也是及早要做這個避開 量縮下跌沒有承接量 股票的低點 不可以隨便去搶進 不要去拆底的意思 這些都可以給各位參考 然後最後加強版 量縮的這個主力控盤 加強版 如果碰到股票量縮漲停 要暴老 為什麼 因為將股有很大的機會 按照以外的慣例出現 連標的可能性 老師我結論啦 上漲的話 量縮上漲最好 沒錯 下跌的話其實有時候輪流 這樣OK嗎 學到 哇我學到了老師 謝謝你告訴我 獨孤六四 讓我在投資股市裡面 再也不孤單 謝謝老師 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 沒有學到東西 阿基基老師有學到一世世東西嗎 有啊有啊 量跟價學到什麼 量跟價學到什麼 我一直跟大家 我一直覺得其實量是 散戶有沒有進場的象徵啊 所以有時候 上漲的時候沒有太大的量 其實是好事 好事啊 因為代表散戶還沒有全部進來 那後續還有籌碼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欸就進來了 就帶動股價又持續向上 那我想到那個去年前年的航運股 跟那個那時候好熱喔 就慘了 AI股也是一樣 今年AI股 所以量太爆量其實不太好 散展過程中爆量不太好 下跌其實都輪流啊 下跌的話 看量只是一個 死亡循環 有可能量縮 有可能量平 有可能量縮 有可能量縮 有可能量增 到最後量縮縮縮不行 再噴出去 說你愛我 俊仁老師愛不愛你老婆呢 來 我我我我老婆啦 那量有什麼想講的嗎 這個可以搭配均線 看你有沒有這個膽量 可以看那個十日均線 好不好 那個疊的時候來講 就是沿著十日均線往下走啊 你不管量怎麼變化 他就是往下嘛 那漲的時候就是沿著十日均線往上走 可是有時候如果是一個大底 十日均線很容易被騙線會不會 他會做一個洗底的過程啊 所以到時候你再看那個 KD指標有拉到0軸上面 就是打底完成了 好這搭配 十日均線搭配KD指標 還有MACD MACD指標 所以謝謝老師我們學到東西了沒 有學到來 有學到來 有學到的話記得GD老師LINE 自己參考一下 小老鼠 GD1788 GD老師 小老鼠 J178 江國中老師 小老鼠 WIN58899 好 節目真的很精彩 也要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六週晚間八點升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二四四教學影片 所以還是卡拉 全靈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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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局大力多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唱歌 然後是歌誰誰 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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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 二億都放大虎 誰有開票 開始搶打 啊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的財富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每天他不要讓機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滴的經驗真的痛 誰要記憶 我確實貓咪咪咪咪 我確實貓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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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食べ看 很快 ��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